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得心应手的 与他平时随手拿一支笔来 我想效果是不会相同的 另外呢 有在成熟的书家 他因为会写很多种风格 很多种书题 他可能根据笔的不同 来选择书题 选择风格 因此呢 他显得非常的宽松 而对于初学者来讲 如果笔不应手 那么对他的临摹过程是有很大影响 那么现在我们看到很多初学者学习欧提凯书的时候 都选用这个杨豪长风笔 这样子对吗 确实是这样 现在学习欧阳巡 不管是学九春观 画作四等等 大部分都选用这种长风 杨豪笔 实际上有问题 我觉得并不合适 首先我们要弄懂 当年欧阳巡 他在写这些字的时候 用的是什么笔 当年欧阳巡用的笔 那么现在有考证吗 虽然没有什么史书记载 然而有一个时代上的判断 也有一个区域性的判断 我们可以对欧阳巡有个基本了解 他用的是什么笔 您跟我说说 现在可以这样推断 欧阳巡当年用的是兔豪笔 在秦代的时候 大将军蒙田造笔 就是首先制造的这种兔豪笔 这种兔豪笔啊 一直延续的唐朝 始终宫廷里 宫廷内都是使用这种笔 那么根据在哪里呢 我们可以用白居易的一首诗 来说明这个问题 白居易有一首诗呢 就叫做子豪笔 指的就是兔豪笔 我们现在呢 把这首诗的部分 与宫廷使用的这个兔豪笔有关系的话 把它呢 读一遍 子豪笔 姜如锥夕 力如刀 江南石上 有老兔 吃竹饮泉 生子豪 宣承工人采为笔 千万毛中则一豪 豪虽清 功胜重 管勒功名 充岁贡 君兮臣兮 勿清用 每岁宣承 静笔时 子豪之驾 如金贵 也就是说在唐朝以前 所使用的 都是这种兔豪笔 那么现在记载呢 柳公权呢 严真卿和他们 都是用的这种笔 实际上就是宫廷用笔 那么又怎么知道用的不是羊豪或者狼豪呢 你们这个羊豪和狼豪啊 在唐代的时候 只有居少数的地区使用它 嗯 在非常小的一个范围里面 唐代有一位叫段公路的 他们曾经对这方面有过记载 他指出啊 嗯 羊豪笔啊 当时在 多余这个地方 多余呢 只是县城 是县城 多余这个地方 有人用过羊豪 而且是轻羊豪 那么这个 呃 这种考据可以说明在唐朝的时候 虽然已经有了羊豪 但是使用面积极小 哎 嗯 那么说到狼豪呢 我们从这个赵孟府 给这个胡归呢 呃 提拔呃 呃 画的时候 呃 在提画诗当中 呃 有这么一个记载 说胡归呢 画这个翻喘的时候 用的是狼豪笔 哎 哎 那么赵孟府这种发现呢 认为在唐朝时候 就有了狼豪 然而狼豪和羊豪在唐朝 并没有很普及 在宫庆里面 不会使用这种 这种笔 这不可能 嗯 那么现在我们用这个 羊豪或者狼豪 嗯 有什么缺点呢 这个狼豪啊 虽然挺硬 但是呢 还韵味上 感觉不够细腻 哎 另外在柔软上 啊 婉软程度上 嗯 不如羊豪 而羊豪呢 又过于绵软 挺达这方面 比较差 又不禁狼豪 单用羊豪写字 再用长风笔 那么势必写出来这个字 绵软 臃肿 所以这种笔啊 在于写楷书的时候 当成手 是另外一个事情 比如说有些个 呃 老书法家 多年习惯用这种笔 那是另外一回事 而不是我所讲的这个 在出零阶段 应该尽量和当初写悲人啊 最好或者写帖子那个人 跟他使用相同的笔 这样进步要快得多 羊豪笔 已经证明不是欧阳区所用的那种笔 而且性质上不同 它肯定要比兔豪笔 要软得多 嗯 而狼豪笔又过于具有力 啊 所以呢 呃 我们不应该使用这两种笔 嗯 那我们在市面上 似乎看到这个好的子豪笔 并不是很多 那我们必须要用这个子豪笔吗 现在纯子豪笔啊 也不多 而且工艺的过程 也和过去不同 因此呢 我们在现在选笔当中啊 知道是退好笔 嗯 也不一定 一定是好用的 也就是今天的剧笔工艺过程 已经远远不是唐代的那个 那个时候的过程 特别像有些个伪劣的东西 就更不好说呢 呃 有什么把把握 嗯 不像那些市里的千万好中择一毛 对了 对了 根本不是这种过程了 所以我们现在啊 应该啊 知道欧阳勋当中用笔 那种笔的性质是什么 他就是软硬啊 适中 啊 既有很强的弹力 又有很很好的柔软性 嗯 那么于是呢 呃 现在有人写欧字 让初龄者呢 应该选择这种软硬适中的笔 比如说吧 我现在用的这种笔 用这种笔 嗯 就是 就是很普通的一种啊 煎好笔 煎好笔呢 就是 就是羊豪和狼豪的相餐 嗯 这二个三在一起 嗯 他就软硬适中一些了 啊 呃 也有的用那个 呃 呃 三子七阳豪啊 呃 七子三啊 等等 那您所说的这种煎好笔是什么时候才是开始出现的呢 这个煎好笔啊 也是在唐朝开始有的啊 呃 呃 为什么我们可以断定不是欧阳勋用的煎好笔 对 因为欧阳勋的儿子欧阳通 他首先发明使用煎好笔 嗯 他使用煎好笔呢 是一种离好和兔好相餐的 哎 所以呢 我们律师所记载的最早使用煎好笔是欧阳通 嗯 那么他父亲不可能用的是煎好笔 嗯 啊 那么我们很多书法上号者提出呢 很难买到这个合适的笔 即使是您所说的这种煎好笔也未必买来就好用 能遇到这种情况没有该怎么办呢 这确实是个问题 现在很多的这个灵帖的一些朋友们 包括某些书家 嗯 也时常我们议论起这个问题 买不到责心用手的笔 嗯 有些笔拿来之后 泡开就开始掉毛 一边写一边掉毛 到不掉的时候 这笔毛也涂得差不多了 还有的写一写就分叉 这笔的质量却是很差很差 我手用这支笔呢 也并不是特别合适的 因此现在有些朋友问我 你用了什么笔 你是在哪买来的 这些并不重要 现在看 一句话 大家所使用的笔 都不是特别乘手的 那么现在呢 我们没有办法 只能是想出一个 没有办法的办法 像观众朋友解答这个问题 那就是说 笔虽然在书写工具当中是第一 重要的 然而它与人去比 它还是次要的 所以只能在自己的功力上 去寻找这个解决的办法 那么你会相信 同样的笔 在不同的人手里面 是有不同效果的 尽管这些笔 并不是非常如意的 然而你的功力达到一定高度的时候 这些笔也会听话 那好 田老师 您就再给我们演示一波 我提凯书好吗 好的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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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的 Blind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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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这仍然是做成功李全民当中的内容 对 皇帝源在若冠 是说李世民呢 早年在二十岁的时候 若冠是二十岁 皇帝源在若冠 我们书写起来 想要达到这个纸 比墨都得心应手的地步 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 所以说在这个 比墨纸的这个选用和 选择和使用上 都是非常有讲究的 那是 在后面的节目当中 还请您把这些 给我们详细做一下介绍 对 光是纸啊 墨啊 其他的一些的东西 还要向大家做些 除了今天选笔的内容之外 对 注意 写到这个地方的时候 这个里边呢 在现在的一些的版本当中呢 是写了一片 一个拐弯 就是一般的 现在的轻印字的方式 实际上欧阳群呢 当年呢 是这样写的 那为什么出现 现在这种字贴形状呢 这是翻课带来的一些 一个失真效果 失真了 所以实际上 欧阳群当年的这个四字 基本是这种形状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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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个带子 这是这个 现在平常所经常见到的 带独 这个把一个 比如说一般小动物 说把他逮住 说人呢 就是什么带独 这就是那个带子 实际上我们现在查字典当中呢 这个字读一念路 实际上呢 在咱们这个 这个 这个非非字当中呢 它却是个带子 不要再念路 啊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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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